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 無霸 終於可以還原基本步 拍攝我的60分鐘放題挑戰 而我今次這間餐廳 大家在標題上應該看得到 是聚覆流集團的牛扇窩 中間這個字 連我之前讀都讀錯 幸好有觀眾提醒 應該就是雨傘傘傘 就不是酸或者賊 如果還有錯的話 麻煩大家在留言區更正我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立即一起出發 希望大家可以免費訂閱毛巴的頻道 大家的一個小小訂閱對毛巴來說已經是最大的鼓勵 首先我們就看看Open Ride 這間餐廳叫做牛扇窩Moto 雖然我也不知道它跟普通的牛扇窩有什麼分別 但大家要留意它的營業時間是有中場休息 下午4點到6點不開 所以大家沒得過來打個下午茶邊爐 今次我去這間分店就在南昌站的上蓋 WeWalk 入面 大家去之前一定一定要下載它的APP 因為這個APP可以遙控拿票 一來就可以看看現在還餐多少桌 二來就可以看看到底是它還是牛角容易拿位 因為這兩間餐廳是黏在一起的 今天我的拍攝時間是星期六下午 竟然牛扇窩是多人過牛角的 但其實我都早了20分鐘拿票 過到去都要等15分鐘才有位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早一點拿票 不然就等餐死了 這裡的放題套餐真是花多眼亂 我要用多一點時間去解釋給大家聽 首先它會分開兩種用餐時間 第一種就是60分鐘 另一種就是90分鐘 60分鐘全部肉類都是定量 最便宜就可以選野菜鍋 只需要69元 如果大家想吃少少肉類 可以加5元即是74元 就可以吃到最便宜的牛肉、豬肉、雞肉三選二 如果大家想吃漂亮少少的肉類 就可以看看下面的價錢 它都有8款湯底選擇 有辣有不辣 有很多觀眾反映 60分鐘真的超乎人類想像 等得湯底來都要5分鐘 再等它煮起都要5至10分鐘 真正吃的時間只有半小時左右 而後面這一頁是方便點 不想吃得那麼趕的朋友仔 每一隻肉類都有不同的午餐和晚餐定價 普遍來說吃午餐是便宜很多 最便宜的選擇肯定是F和G餐 它們的分別是有牛肉和沒有牛肉的分別 如果平日午市只吃豬肉和雞肉 108元 如果吃完牛肉便123元 加上一都不用140元 都不算貴的 在入座之前就要選擇湯底 現在還有期間限定 就是大叔的愛 想不到餐廳都與時並進 順手吃這個熱潮 這裡的座位很舒服 大多數都是卡位 一邊坐兩個人 再放兩個背包都不會覺得迫 拿食物的位置放得很集中 佔地都不小 蔬菜的選擇都有很多種 有20-30種 比起上次一鍋糖多很多 還有我最喜歡的白蘿蔔和菇類 而這裡的丸類都有10種 放在雪櫃全部冷藏著 另外一個雪櫃還有豆腐和沙律 不需要煮的東西都有補煎紙包著 衛生情況都算不錯 澱粉質類有值得推介的拉麵 公仔麵和烏冬 如果大家不吃飯不行 還有咖哩飯和粟米忌廉雞肉湯 而醬料區比較港式和日式 有蒜蓉、蔥、辣椒 亦有日式的芝麻醬、辣蘿蔔蓉和柚子汁 飲品區相對地就是這裡的一大買點 它是沒有任何包裝、罐裝飲品 有幾部不同的飲品機 有我第一次在放題店見到的沙冰 還有兩款口味 除了汽水之外還有漂亮的果汁 款式口味都不少 有四種 當然不少就有一部多合一的咖啡機 就算想要普通的熱水都在這部機裡拿 這裡加湯全部都是自助的 可以選擇自己湯底的口味 再拿回位置慢慢倒 甜品方面這裡是吃自家製的軟雪糕 聽名字就覺得很厲害了 北海道牛乳8.0和紅茶雪糕 有少少遺憾的就是這裡沒有威化桶 不過有很多拖餅 有他們自己牛扇鍋的朱古力牌和 brownie 還有很多色彩繽紛的朱古力和脆米 旁邊還有三款不同的醬可以給大家加到雪糕裡 甜品櫃就有很多泡芙、麻糬、蛋糕 再一次要讚一下 全部細細碗包完保鮮紙 雖然不是很環保 但的確衛生很多 回到埋位就看到有個QR Code可以下單 今次因為星期六過來Family Day 還有沒有媽媽、無爺爺一起 不想吃得太趕 無爺爺也是牛魔王 所以我們就選了90分鐘的G餐 要讚一下這裡的肉類是可以點半份的 除了肉類任典之外 這裡還有幾款炸物 但不知為何 今天我最喜歡吃的炸雞翼居然受慶 而後面的餐單大家就要小心點 因為有些是收費區域來的 今次新推出的大叔的愛湯底 其實就是粟米忌廉湯 裡面還有少少肉碎 適應千丁萬粥我們 一定要不停攪拌 又或者不要開得那麼大火 如果不是就肯定黏底 另外一邊的黑蒜油豬骨湯底 就沒什麼特別了 正常一般貨色 在座位每個人都有兩雙筷子 一對長一點 另外一對短一點 不用再麻煩 每一次都要舉手 問人多拿幾雙弓筷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有沒有覺得已經很涼透心 我坐定定拍片超熱 當然就要喝我最喜歡的斯洛冰 即是沙冰 這隻是白提子味 好像我們喝酷過一隻白提子汁 不算好人工的 加上夠冷很舒服 最便宜的牛肉當然就不會有任何要求 這個質素真的很合理 但用大叔的愛來煮 不知為何又覺得很配 雖然這隻牛肉層次分明 很粗口 也沒有牛肉味 但用粟米忌廉湯來煮 為它增加一點食材 反而豬肉就滑過牛肉很多 完全沒有酥味 咬下去有少少油脂香 而雞肉就全部都是雞腿肉 我吃不到有骨 質素就一般正常 我們就叫了兩款炸物 來的時候完全是冷的 肯定是炸好了很久 有order才拿出來的 第一樣就是脆皮芝士麥魚棒 軟類的味道真的不是太差 吃得出有一粒粒的芝士 但我建議可以放到湯底煮一煮熱才吃 第二款就是紫糊地瓜圓 外皮有少少油 都蠻煙韌的 餡料也不算太甜 熱吃的話會更好吃 不過毛媽叫了十粒 大家都知道美味程度是怎樣的 一粒很特別的四方形黃色的丸 咬下去有很多流質的芝士 都蠻特別 另外一款就是香腸形狀的黃色腸 其實跟剛才四方形的味道 口感一模一樣 只不過是形狀不同 特別要推介一下 有一隻丸叫做坊乾貝燒 它的樣子就像一粒帶子一樣 就算咬開了也有帶子一絲一絲的質感 真是耳架亂真 我每次來到都會吃幾粒 到最後吃甜品 我做了一大杯8.0牛乳雪糕 真是好香牛奶味的 好creamy 好滑 好高質素 完全沒有一粒粒的碎冰 是我暫時吃過火鍋放題店裡最好吃的軟雪糕 到最後我們埋單就有少少複雜 因為我是入了最福留集團的會員 所以有一張買三送一的優惠券 今次買單平均每個人100元 正價的話應該是133元 會員有九折優惠可以對沖了假日 到最後就是毛巴的食後感 這間餐廳最便宜的60分鐘放題 只需要69元 在外面自助區域可以獲得的東西 比起我第一站的牛氣 和第二站的一鍋糖都多很多 完全可以彌補所有肉類 飲品選擇都很有誠意 再加上它的雪糕是無懈可擊的 而今次毛巴的評分是 希望大家喜歡毛巴的分享 更加希望大家可以免費訂閱 因為有大家的支持 毛巴才有能量繼續四出覓食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中文字字熠編